大家好 很多新手花友养多肉的时候 总是养不好 甚至是把多肉养死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 新手花友养多肉的小技巧 可以轻松的把这个多肉养活养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盆和土 那么我们用盆一定要用透气性非常好的盆 新手最好选择用这种泥瓦盆 那么多肉用土 我们最好是用这个颗粒型的多肉专用营养土 这种图呢透气沥水性非常的好 也不容易出现这个积水难根的现象 第二点就是胶水 很多花友啊 多肉之所以养不好 就是因为胶水不当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胶水技巧 我们可以等到多肉盆土啊 已经完全干透了 然后呢给它采用浸盆的方式给胶水 浸盆的时候呢 我们等到盆土表面已经微潮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把它取出来 这样的话呢 不容易积水又给它吸饱了水分 第三点就是用肥 很多花友总是不懂怎么给多肉用肥 导致多肉啊越长越弱 那么我们用肥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因为多肉本身不是特别洗肥 所以我们可以在栽种的时候呢 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这个奥利肥 A2来给它补充盆土里面的养分 这种A2呢它是缓式肥 不容易出现这个伤根的现象又能够有效补充营养 可以半土或者是直接铺一点在盆土表面都可以 第四点就是光照是很关键的 很多话也都知道多肉洗光 但是又不懂如何给它晒太阳 其实多肉晒太阳呢有一个技巧就是如果养护的温度低于25度以下 那么我们随便晒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温度高于25度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 然后呢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就可以了 养多肉特别是新手养多肉 我们牢记好这四个小技巧 不仅是养活养好也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